大家好,和大家分享一点编曲软件操作的小心得小贴士 那其实呢,很小的时候就接触这些编曲这些东西了 初中就曾经买过这个正版的一个软件 叫做作曲大师 然后是简朴的界面 拿他的这个编东西玩 然后呢,又拔这个蝎子乐队的一首叫Hurricon 2000 对吧 是零件乐队相信自己 这个基本上和他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模仿吧 前奏很像 然后呢,开始接触到Windows平台上的各种编曲软件 什么Cubase, New Windows, Sona,对吧 然后其实也都不是特别稳定 最后呢,还是用苹果的这个Logic 作为一个编曲的一个平台 其实编曲软件个人感觉是很好的一个学习工具 并不一定是非要马上装完以后就迫不及待的要编一首自己的什么原创作品 而是还是音乐本体的大量积累 所以学习八代这个总结系统梳理 就有直接有这种各种音频的分品 比如说这个一首歌,搜它的什么 阿卡贝拉,对吧 马上就可以搜到什么 它的这个清唱的版本 好,那搜到以后呢 其实有很多这种网站都是支持下载这个视频或者音频的 那像这个 当我们输入网页 提取这个视频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进行这个音频的下载 保存成各种格式 那类似这种的网站 特别多 YouTube Downloader 那其实呢 国内的朋友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网站或者是资源可以去寻找 这个最终的目标 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帮助到我们的学习和练习 那当这个下载的分频软件以后 单独的这些音频 清唱的或者是单独的伴奏的 导入到我们的编曲软件中 我们就可以在其中做一些配合 或者重新的编配 或者在这基础上进行一些重编 那这个呢是 演唱和鼓同时的 那上面呢 还有一个提取的是什么 原曲中的这个吉他部分 那在这呢 就嘎人而止 为什么呢 因为这儿是有这个和声的重新的 编配了 所以说同原曲的和声是创架了 所以就把这块给它剪掉 那这三个部分呢 还有另外一个钢琴的部分啊 就是这个重新编配的演奏的部分的录入 录入到这个编曲软件中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这个音频保持同步 你说我就这个提前点点录音 然后跟着音频一起弹进去不就好了吗 是可以的 但是后期想要更精准或者编辑的话 那其实首先要有一个对速 选中我们的这个音频以后 有这个速度 检测 选定片段的速度啊 就可以检测这个速度是144.0217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儿 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选择 对吧 好 那然后呢 有三轨MIDI 一轨音频 MIDI呢 都是偏向于电子效果的 我们来看 Bass 基本的一个重音位置的点缀 还有一点点这个旋律的感觉 这个呢 就是整个一个伴奏的键盘效果 好 这个呢 也是一个主音的效果 勾勒一下这些旋律 还有在这儿 还有一轨呢 是这个钢琴 就是让这个一些比较轻柔的一些小片段 让它听起来 色彩上有点区分 还有这儿 好 其实很短 整个呢 都大概是几十秒吧 三四十秒钟 我们听一下整个的效果 我们听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当这个重编的部分结束以后 马上就接上了原曲中的吉他这个部分 然后听起来就会比较自然顺畅一点 还有一点 MIDI的文件 当然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 可以给它简单量化一下也好 让它更精准一点 或者是乐谱的一些个查看 或者是导成MIDI文件 继续导入到其他的这种质朴软件里 对吧 作为一个谱子出来 看个人的需要了 那在这呢 MIDI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它有一个 这个录音可以反复 把这些MIDI信息给它重新录入进去 第一遍演奏完以后 可以进行实质调整 前后拖拽 一些个音符的这种 音量大小的调整 量化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MIDI的这种音色的可调性 我们在这看有很多参数 柔弦 起音 截屏 共振 婚姻 延迟 反馈 等等 那如果调完直接录 它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死的效果 那所以说 最后呢 不断的在录完 这个MIDI轨道以后呢 再把这些信息给它重新录入 一次可以推一个推子 让它记录下来以后呢 之后再进行这个播放的时候 它就是有这种变化 我们来看 看这些推子 都是之前有进行改动 然后呢 跟随效果做一个变化 好 那这样的话 再接入到原曲中 体会会听起来比较的顺畅 然后就是配合它的一种感觉吧 从这开始 好 所以说很简单 就是什么 就是有这个对速的功能 还有这些个音频的不同轨道 自己进行提取也好 从网站上进行抓取也好 作为我们的学习练习的配合 那还有呢 就是音色里面呢 几个音色做一个配合以后 有一些MIDI信息的录入 然后音色会有些变化 让它听起来 还有点意思 当然真正编曲的话 这些个素材要好好的进行调整 比如说声香呀 压缩呀 各种效果呀 EQ的调节呀 最后的混音啊 等等吧 这只是简单的做一个学习 演示 只是一个想样 同桥 1 5 2 9